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8月3号 星期一 武汉开始收缴一切 所有的就是说机关 国企事业单位 还有部队人员的护照 全部收缴 我们之前录了一期的会员专享 当时我就说我们得到了一些消息 就中共现在开始加大力量 收缴各种因私护照 不让出国 而且当然现在说的 还是都是这些什么机关 国企 企事业 部队这些人 我得到消息 实际上不仅仅是如此 是设计一面的 非常非常的广 之前我认为这个事 就是说先不说 等一等看一看 因为不知道真假 现在来看 这个事应该是没有问题 你看我看我看 有没有照片给你瞅一眼 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这样我一会把那期会员专享 我把它看看设成公开 大家也可以看看 这是武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发的公告 我做了一个截图 为什么做一个截图 我得到消息 他们现在压力很大 你看7月27号发出来压力很大 据说他们可能这两天要把这个要撤销 说这东西就是说 搞还是要搞的 不是说这事不干的 事还是要干的 只不过就是说不明着干的 因为之前我们在会员专享有说的 我说他们在私底下偷着干 偷着干这些事 然后明着不说 对不对 他明着不说 我也不敢报 我报案之后又说我造谣 对不对 这个终于有了 我们做了一个截图 我一会把这截图 发到社区里面去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 反正就是证明 我们得到的消息 我们好像差不多一个多星期前 两星期前的消息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武汉市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局 发布通知 要求在武汉的国家机关 国有控股企业 就是国企 事业单位 部队等所有的人员 所持有的有效的 因私的护照 还有各种的 反正是出国的证件 如果没有遗失或损毁的 全部要由单位组织 要人事部门组织 要集中的收存保管 如果报备人员 对所持的有效 因私护照的证件 既不上缴 又拒不申请宣布作废的话 那么由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移交区级以上的 纪检检查机关 按程序注销 其因私出国证件 就是说你要么你上缴 要不你就宣布作废 你就自己作废 你不搞 我们帮你作废 直接就给你注销掉 好吧 而且就是说 现在是涉及到的 所有面非常广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这到了什么程度 就是说什么 应该是所有的学校老师 都算事业单位 连什么学校老师 银行的工作人员 一些什么文化设施的 你知道吗 各种什么图书馆 文化馆 这些还有什么国营的 那些电影院 这都不挨着 你看这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全部都到上缴 要么就注销 就到了这么一种地步了 那么有各种说法 首先这事发生在武汉 有传言就说 说为什么 就是说我之前我不也说 我们得到消息 对于武汉病毒所 所有的 可以承认上专家的人 全部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全部实行了边控 不许出镜 现在看来 对 就是说 所有的国家的这些 就是说P3P4实验室 不都属于国家的吗 这些也都算是 就是说 这都算事业单位 知道吗 这些人也全部都是上缴 你懂我意思吧 有的人就偏要跟我说 因为现在不是 不是小贵子 那边不说吗 说他们有什么 从武汉病毒店所 跑出来的专家 携带着几千页的材料 我说可能性不大 除非是在疫情之前 疫情之后 就是1月份 武汉一封之后 马上就把陈薇 那少将就直接带着部队 就冲到武汉病毒所去 就知道出事了 谁傻子吗 对不对 那么1月份之前不知道 1月份还不知道出事了 部队直接就过去 就在那接管了 从那开始 所有的专家 全部都边控了 都控制起来了 就说在1月份之后 几乎是不可能 走不了 除非是在1月份之前 但1月份之前走的话 那时候 就是说 疫情还没闹得这么厉害 你又不知道消息 对不对 所以反正 当然了 我知道 每次一这么说 小贵的那帮人都在骂我 行 我看看是哪个行不行 不一帮孙子 偏要跟我说 严厉梦是什么武汉 民众招船跑出来的 神经病 从香港跑出来的 气死我了 都不挨着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说 还有一点 他们就说 武汉这么搞 就是说 要把所有的这些 相关人员全部都扣住 不许走 怕有相关人员出来 胡说八道来 你知道吗 因为你现在就从武汉 你随便跑过什么警察 或者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这些人 只要是拿着政府部门的 你出来胡说八道 都不好说 对不对 因为你想 严厉梦从香港跑出来的 都能说它是什么 武汉研发疫苗的 是怎么着的 对不对 这要是什么 从武汉跑一个出来 那还不出生 说成什么样的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 对吧 所以 我当然我不是说严厉 严厉梦不对 严厉梦这么做是对的 但是严厉梦是从香港跑出来的 不是从武汉跑出来的 咱们要尊重事实 对不对 好吧 好吧 冷静 我也冷静 你们也冷静 咱们咱们都冷静 一起冷静 好吧 一个跟疫情有关系 但是我跟你说 我觉得疫情是一部分 因为据我所知 不光是武汉 如果光是武汉这么搞 那是完文确确实 因为疫情 但是据我得到的消息 全国都在这么搞 那么什么原因 外汇 外汇的问题 什么外汇问题 我就不再重复了 因为我两个星期前 我那期会员专享里 就讲过了 对不对 外汇问题 对吧 涉及到外汇存底的问题 我就不重复了 我一会把那一期 我就给它公开化做了 因为我看现在这样子 就是说已经官方就证明 我的消息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我说如果不能确定的小道消息 我们都搁在会员里 对吧 现在现在能够确定了呢 我一会把那一期视频公开 那期里我讲了 那个时候 我的分析的原因 我觉得那个原因 比疫情的原因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更有道理 也更准确 更接近的真实情况 好吧 我就不重复了 你一会去那里看到了 我一会把它发生公开的 在我的频道的播放列表里边 你找到 死冬季会员专享视频 你去里边找 我凡是我跟你说 已经公开了 那些都能看了 你就点吧 点了看不了的 那暂时你就看不了 点了能看的 那就是我已经公开了 好吧 这期间到这里 谢谢大家